搬了新家后 终于不用睡沙发了 嘿嘿嘿 你干啥呢 你竟然不敲门的 我家 我还敲什么门 你拿啥呀 冰箱 嗯 哈哈哈哈 你干啥呢 干啥呢 不睡觉你不让别人睡呢 我睡不着 你睡不着 你是动词大声 你能睡得着吗 那要不 你讲个讲个故事 这还给你讲个故事 行 啊 进去 不想到你自己来 哈哈 今天给你讲一个 咱整一个国王嫁女儿的故事啊 就是有这么一位公主啊 她的手有一种魔力 就事实上 任何剑影的东西 在她手里边 都会融化掉 所有的男人 都为之恐惧 这让国王特别的恼火 后来呢 她就召集了 她那边的所有的王子 她说 要是哪个王子 找出了一剑影的东西 在公主的手里边 不被融化 那么这位王子 就可以娶她的女儿 第一位王子过来 她选择的是太和金 但是没想到 在公主的手里面 还是被融化了 这位王子也很沮丧的就走了 第二个王子呢 她选择的是钻石 她觉得这个钻石 是世界上最坚异的东西 结果呢 还是在公主的手里边 化掉了 然后接着来了第三个王子 第三个王子呢 她对公主说 你把你的手 放进我裤兜里边 让我们看 里边有什么东西 公主把手伸进去摸了之后 脸红着 害羞着把手伸出来了 因为这个东西 果然没有被融化 当天呢 王子娶了这位公主 在洞房的时候 公主害羞的问王子 你今天让我摸的 裤兜里边的东西是啥呀 王子微笑着从裤兜里边 拿出一块巧克力说 得付巧克力 只容于口 不容易受 那你的巧克力呢 我的巧克力 我没钱买 那你不买 他说我女朋友 我哪儿来 女朋友啊 单身狗 摄像头脑袋关 那家伙们 关机了啊 关脑袋了啊 我哪儿来对他 我哪儿来对他 那我哪儿来对你 啊 我哪儿去